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非常的凄惨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才一架飞机 整架客机像人间蒸发一样 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而且是一个无解的情况 没有想到就在昨天的时候 又爆出来一架客机 好好的在天空中 在3万英尺的高空中 就这样飞着飞着 竟然都可以被飞弹给打下来 而且最凄惨的就是 机上将近300名的乘客 全部通通无一幸免 无一生还 这么悲惨的情况 也成为了今天呢 全世界所关注的头条新闻之一 当然我们节目呢 也要带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介绍参与讨论的来宾 首先是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熊慧好 大家好 东吴大学政政系的副教授罗志正 熊慧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媒体公共和者康仁俊 熊慧好 大家好 以及前民航的机师于浩伟 熊慧好 大家好 一共的两架飞机 5个月内加起来超过500条的人命 就这样不见了 到底马来西亚航空是中了什么鞋 这一次又是遇到什么情况呢 先看新闻 火球 黑烟 马航MH-17班机残骸坠落一瞬间 当地村民眼睁睁看着天降失快 飞机坠落的荒野 残骸遍布方圆15公里 这架马航MH-17班机 在当地时间17号中午12点15分 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发飞往吉隆坡 下午2点15分雷达失去班机中机 当时飞机在1万公尺的上空 接着就被发现坠落在吾尔边境 敦涅斯克的小镇多烈士 整架飞机上满载298人 光是荷兰乘客就多达173名 更让人逼算的是许多欧洲家庭 乘着许家全家出游 飞机上不但有80名儿童 更包括三名婴儿 此外还传出约有100名 准备前往墨尔本 参加国际爱滋兵大会的专家 而催生鸡尾酒疗法的前理事长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 也都登上了这班死亡班机 好好的飞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 到底是谁该负责 乌克兰 俄罗斯 以及乌东的亲爱民兵 补贴皮球 又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而且真的没有想到乌克兰 我们在节目讨论过非常多次 乌克兰从去年底开始 就一直跟俄罗斯有的争议 现在没有想到竟然牵连出这么多条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命 对没有错 马来西亚MH17编号的这一架 波音777的班机 它其实是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然后一路开开开 一路开开开开 先到这个所谓的吉隆坡降落了以后 一路又要飞到澳洲 所以为什么飞机上会有荷兰的 这个等于说旅客蛮多的 那其中有很可惜是 其中有108位 是世界研究艾滋病的顶尖专家 跟宣导工作的人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到澳洲的墨尔本去 开一个第二十届的国际艾滋病的大会 损失惨重 没错 所以一次这么多的专家 就在这一次的空难里面给上升 而这个空难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它是人窝并不是天灾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事实上本来一开始以为 马来西亚公司是不是为了要避开一个暴风雨 所以才会偏离了这个航道 走了这个航道 对不对 走了这个航道 事实上也并不是说一定就是 这个乌克兰他们现在 那划定的克里米亚半岛进航区 可是问题是 这个航道事实上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现在很多 包括我们的华航 包括全世界很多的航空公司 美国是根本就不走了 对不对 想办法从上面或从下面绕 那绕的结果是 比较会食又会油 那它如果直接这样过去的话呢 可以省了大概二三十分钟的 这个油料跟时间 所以它可能是为了要省食跟省油 所以直接走了这一个 可走了这一段路呢 也不应该是把它给击落啊 为什么 因为它毕竟是个民航机 国际法的规定是 不会针对民航机来进行一个 这样击落的行为嘛 这是国际联合国所被允许的 就没想到真的被击落了 那击落了以后 当然里面有80名的儿童 还有三名的婴儿 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为什么一开始 这个台湾的很多媒体都是报 这个机上295个人都死亡 因为其中有三名的婴儿 是没有身份跟机位的 是由他的家人所怀抱的 那么除此之外 你可不可以把荷兰有154个人 最多嘛 因为他从阿姆斯特丹飞嘛 没有说因为他们的 尤其是艾滋病的专家 都是从荷兰出发嘛 然后包括马来西亚的人 可能是回家 澳洲 印尼 英国等等 那么最新传出来 我们大家有看到一个 那个媒体的一张照片是 有拍到这个核航 这个MH17它最后的身影嘛 是其中一位乘客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拍了一张说 哎呀 如果万一发生事情 这个就是他本来的面目 那好像是对自己的 一个死亡的诅咒之外 最新外电传出来的 一段影片是大概15秒钟左右 那个也是一个机上的 一位先生在飞机即将起飞前 他在机舱里面自己拍的 那拍了以后 他自己写了一个注写说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上传到网友 对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间讲 感到有一种严重的不安 也就是他觉得自己 自己觉得马上不安 但他把这一段影片传上去了以后 就是我们目前为止 一张是可以看到飞机的外表 一张是可以看到机舱里面的情况 那时候机舱里面的情况就很正常 大家在放行李 然后空姐在请大家 哎呀 你把安全带系上这样子 没想到紧接而来几个小时后 却是一个所谓人世间最残酷的 因为整架飞机掉下来 听说赶到现场的记者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 都是经过过滤的照片 因为他整个残骸跟尸块 长达15平方公里这么大 很多的记者是说 他们所拍摄的照片 他们自己都不想把它传回来 因为太残酷 太残忍 那个太血腥了 所以他们不忍心 把它给传回来就对了 好 那重点是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 这样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既然不是这个所谓的天灾 那是人祸 谁干的 现在国际上大家要谴责 是谁干的 所以呢 到底是谁干的呢 目前为止 这个乌克兰的反抗军 顿利斯克共和国里面的 这些叛军说 是乌克兰政府军干的 乌克兰政府军说 是这些反叛军干的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点是 有关于俄国的总统普丁 他现在所发表的是 一切乌克兰要负责 你要听清楚 他并不是说是乌克兰干的 不是乌克兰政府军干的 但是乌克兰政府要负责 为什么他其实普丁的利益 有的是 那你不要打这个叛军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嘛 还可以这样 几乎是有点默认的 那个道理在里面 那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政府军已经公布了 包括叛军跟叛军之间 其实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乌克兰政府军都在监听跟窃听 他们的这个通讯 所以呢包括叛军跟叛军之间的对话 其中有一段对话是 打下来了 明叫他们不要这样进来 我们的领空还要进来 对不对 打下来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 过去这一个月之内 叛军已经从俄罗斯手上拿到的 这些防空武器飞弹呢 已经打下了四架的乌克兰的相关的飞机 其中一架运输机还造成49个人死亡 所以他说叫他们明知道 叫他们不要上来 他们还一定要上来 把这只大鸟给打下来了 很高兴还在欢呼 那结果呢 后来有人赶到现场以后 有个对话是说 那你有没有看到现场有什么武器啊 没有 都没有武器 都是一些什么厕所的浴机 那个卫生纸啦 还有一些座椅啦 还有什么 那死亡的人数呢 有一个女人啊 是平民啊 还有小孩 还有什么 最后还讲一句话说 竟然 竟然到处都是碎片 而现场竟然是一架 明航机 那完蛋了 完蛋了 讲到明航机的时候呢 突然间那个 另外一边的那个说 是明航机 为什么是明航机 那这是其中的一段 就是说 怎么会是明航机呢 不是打下来是运输机吗 所以应该是乌克兰的运输机嘛 所以这种状况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压抑 他们知道自己闯祸了 因为他们本来误以为 如果是一架 所谓军事的运输机的话 那么这是战争行为 国际上不会谴责 但如果把明航机给打下来 那台机大条了 赔不完啊 没错 不是赔不完而已 联合国可能会加重制裁啊 那另外一个是 监听到乌克兰政府军公布的 那个录音带里面的内容是 监听到俄罗斯军官跟全报官之间的对话 那更进一步的表示 根本就是打下来的一个所谓的明航机 一开始都以为是军事用的运输机 所以没想到打下来了以后 闯下大祸 那当然还有一通电话是 闯下大祸也要怎么样呢 竟然里面有个人说 明航机就明航机怎么样 明航机不应该飞到这个地方了 如果他飞到这个地方 表示他从事的是间谍的行动 所以打下来 意思就是刚好 所以从这些目前的形象 而且告诉各位一个 为什么目前国际上都认定 是这个所谓盾内刺客共和国相关这些 乌克兰的叛军干的 因为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叛军到现在 还没有足以跟乌克兰的空军对战的 这个空军的实力 所以乌克兰的政府军 他不需要 遍布很多的防空飞弹来打你就对了 目前为止听到的都是 乌克兰的政府军的空军战斗机也好 还是他的运输机也好被叛军打下来的 所以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显示 政府军所设案的程度可能性比较小 而另外一方面呢 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应该是乌克兰的叛军干的 好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已经很多的这种各国情报单位 甚至媒体也都报道 认为呢 这一架飞机呢 应该是被飞弹给打下来的 没有错 而且呢 就是苏联当初所知道的三毛举的这个飞弹 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奇怪 飞弹来难道呢 这个客机上 一点警示的作用都没有 没有办法像电影空军一号那样 客机可以自动闪躲 或者是防止这种飞弹的攻击吗 我们就先来看看电影的片段 告诉大家 在电影里面的那种大型的客机 美国总统坐的飞机 都怎么躲飞弹的 我现在在电影里面 目标准备了,有好处 击击三 好 電影裡面的客機能夠躲 那是因為他是空軍一號 對一般的這種民航客機來說 怎麼可能會有這麼高檔的配備 所以這一次被打下來的這架馬航客機 應該是說就是機上的機組人員 根本就是完全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飛一飛就蹦了 是這樣子啊 皓勒哥 是 沒錯 因為民航機來講的話 他本身沒有所謂的預警雷達 像我們剛剛看的片子上有一個 他中間不是有個段時間 他才看的雷達 那叫做預警雷達 有一個警示嘛 你被鎖定了 是 是 那這個的話一般民航機的話 是一般民航機飛行員是不會有這種經驗 所以他也不會知道 那我以前飛F1的時候 我們經常要在中國大陸沿海 就是我們講的廣州這邊 北企 峽埔 南道的某一個地方 來做巡邏的時候 經常中國 中共大陸的時候 他們會用他的所謂 你們剛剛講的那個名詞 我還說一句話 我還真的聽不太多 真的啊 那個飛彈是叫薩姆2 SAM2型飛彈 所以你們剛剛講的那個點 我今天聽那個新聞看報索還是什麼 所以一開始還認不出來 其實是薩姆2這個飛彈 薩姆2飛彈 我跟你講他現在用的很廣 到目前還在用 還覺得這個非常性能症 所以中國大陸他那些共軍 可能在訓練他新的人手 可能是在跟我們玩 我們以前跟你們玩 可以這樣子玩啊 為什麼 你們不嚇死啦 對 我們在走真情形的時候 經常會被他鎖定 所以我們那個預警雷達 叫RWR 他會叫 一叫以後 如果說他發射的話 線後會變很近 嗶嗶嗶嗶嗶嗶 會跟你講 就跟剛剛電視上滿像的 所以你就知道你被鎖定 你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他會經常 他有開雷達 他可能鎖到你這飛機以後 你飛機就開始咕嗚就開始叫 你就會嚇一跳 為什麼接下來如果說 像當初我們是規定說 如果說你看到海面上的旁邊 陸地上有放得像吹煙 那時候吹煙絕對不是有人在煮飯 那個吹煙可能就是他發射飛彈 同時有看到火光 那我們一般尊敬群的話 可能是兩架飛或四架飛 我們就開始做閃躲動作 要翻腰滾 為什麼 戰鬥機是可以翻 來做個防備動作 甚至於如果說你躲不掉的情況下 你飛機本身的話要什麼 要有干擾火焰跟干擾屍 因為現在一般飛機來講的話 他的飛彈要打你的 像薩姆托斯飛彈 應該屬於雷達型的 另外一種像我們所知道 像響尾蛇飛彈 它屬於追熱 追熱飛彈 所以這時候如果說你是被響尾蛇 這一類飛彈的追擊的話 你第一個來講的話 你要投火焰彈 你聽到 如果說你聽到警告 那個預警人家都會叫 叫的話你第一個要做動作 躲不掉的話叫什麼 要放火焰彈 看到很漂亮 蹦蹦蹦蹦 很亮的那個東西 你要做躲 那如果說還躲不掉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最後怎麼樣 你可以對太陽 因為太陽的光 熱 對 會比你發動機 因為它是追你發動機的熱 那我們有時候看電影說 你把油門收到慢車 那是騙人的 你時候沒有動力 你飛機失處了 不見得那樣做 那個真的不行 你可以對太陽的一些 但最主要就是火焰彈 這是一種就是追熱的 另外一種的話 就我們像薩姆飛彈 它是什麼 發射雷達波 它旁邊的話怎麼 它會有一個陣列信頭 來發射雷達波上去追 那同樣如果說 你被這種飛彈鎖定到 同時有看到它 已經知道它來 你明顯判斷 你要都怎麼干擾斯 干擾斯它可能是一些鋁製的 很細的碎末 但是它投下來的時候 它會造成一個很大面積 一個回波 所以這個飛彈會傻傻的 可能啊 但是現在飛彈開始變聰明 它會鎖到你這些干擾斯 就打到干擾斯 你飛機可以逃脫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就剛回到我們之前講 所以中共可能在訓練新手 可能是它在跟你玩 所以我們經常會這樣 快要躲的時候它又關掉 所以你這樣飛得就很坎坷 一路上 所以以前我們在空軍之內的時候 真的是相當辛苦 對 但對你來說 你這個是有空軍經驗 但是對這一般馬航的飛機來說 他們是渾然不知對不對 因為沒有這種設備 也沒有任何 所以打下來就是再見的意思嗎 那一定是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來講的話 它發射 它沒有這種預警雷達 它不知道 它可能裡面 就完全是不知 它就是像正常的這樣在飛 正下司可能還在喝咖啡 副下司可能在吃幫忙糖 當然不可能吃幫忙糖 就是說它在可能做 它一種 對飛機這種監控的情況下 它是全然不知 甚至於如果有看個亮光 因為我們有時經常 像我們有些飛過一些石油平台上 它也會有亮光 特別是在晚上 或當白天的時候 你是更看不見 所以這個情況下 飛船是絕對不知道 特別是民航機的飛船員這個部分 好 所以這邊就初步做一下這個解釋 為什麼馬來西亞這個航空公司 會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 就被這個三毛舉飛彈 或者是剛剛來賓講的 這個SARM-2的飛彈給打下來 那到底這個飛彈的來頭是什麼 真的武力這麼高 是反抗軍就能夠擁有這樣子的武力 而且說打真的就打中 在1萬公尺高 3萬英尺以上的高空 說打就打中 這個射程其實也不近 還蠻遠的 是 那這個三毛舉飛彈 基本上是蘇聯 他們在1979年的時候 讓這個飛彈 進入它的部隊去服務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以它的這個發射車來講 自己本身發射架上面 配備了4枚的這個三毛舉飛彈 而每一個飛彈的長約5.55公尺左右 然後重大概到700公斤左右 您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客機它到底能不能遇到這個飛彈 能不能閃躲的這個問題 你知道以它這個三毛舉飛彈來講 它的時速大概可以達到3馬克 所以如果你 超過音速3倍 如果你跟一般客機來相比的時候 我用一個概念來比好了 它的速度是客機的5倍快 對 所以基本上這種速度 已經超音速這麼多倍了 你其他的什麼攔截想攔截也不容易 所以我們再以這一次就是馬航 它失事的這個地點來看 它距離蘇俄的這個邊境 大概有30英里左右 你知道如果這樣換算回來的時候 就是當它發現到這個飛機 我打出去的時候 你知道從它接底 從它發射到接底 你知道多久時間嗎 多久 22秒 22秒這個飛彈就可以從 發射架這個地方發射出去 打了30英里 打到那架飛機 只有22秒的時間 所以你很有可能 你就會看到也沒有辦法反應 你可能連飛行員都沒有看到 因為你的飛機上面 並沒有這些雷達 或者是反射的裝置 相對來講大家在這一次裡面 會一直去討論說 它到底是由誰出來打了 你就我們在電影上面看到恐怖分子 我們講恐怖分子好 恐怖分子要打這個所謂的飛行物 譬如說通常最多打直升機 你看黑鷹計畫有沒有拿尖射武器 打了就上去 可是你從畫面上面你會看到 它基本上是一種所謂的 軍隊的制式的配備 代表什麼 代表人員它必須經過訓練 以三毛群飛彈來講 它除了這一個發射車之外 它還有指揮車還有雷達 是要一組的這樣搭配 所以這一組需要四個人 四個人去做操作 所以你剛才看那個帶子上面 你會看到有人在上面操作 就按鈕那些代表什麼 這些人需要受過訓練 有專業的 是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一個隨隨便便的拿來打 基本你不可能會去操作 用不到這種的 是 所以大家都會想說 那你這一個所謂的這個烏克蘭的反抗軍 你是不是有從俄軍那邊接收了 一批這些東西 如果有的話一定要從那邊來 不知道從哪裡來 這麼高級的配備 對 那當然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大家就會比較質疑說 這樣的狀況是不是發生在所謂的反抗軍 它可能誤及了增加的馬航空機 好 所以我們先請大家稍後片個廣告回來看看 剛剛講說現在好像全世界都會認為 是烏克蘭的反抗軍 也就是親俄的民兵組織 把這一架飛機給打下來的 但是有沒有另外一種說法 是俄羅斯要來反駁的 因為據說就在不久前後的這個時間 普丁總統的專機也飛同樣的一個航線 會不會目標是普丁總統 這有可能嗎 這是天方夜談嘛 我們馬上回來 大概是在三萬兩千英尺 離俄羅斯只有五十公里的 烏克蘭領空 想要用監測式飛彈 把這麼高的飛機擊落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比較有可能的是用這種布克飛彈 布克飛彈雖然殺傷力強大 但發射系統比監測式複雜許多 還需要和雷達系統合作 但它的缺點是無法判別目標是 客機還是軍機 所以物極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華爾街日報和福斯新聞 引述美國情報單位訊息 這起攻擊可能是俄軍或 烏克蘭武裝民兵所為 但也不排除飛彈是從俄羅斯境內發射 種種的疑點要等到 監視報告出爐才能夠釐清 好 將近三百條無辜的這個人命 我想這個責任實在是太大了 也沒有人敢擔得起 結果真的就把這個飛機打下來了 打完了之後 現在可以看到了所有的這個情況 沒有人站出來承認是誰做的 所以包括我們節目先講的 大家都比較合理的懷疑是這個 烏克蘭反抗軍 也就是親俄的民兵所為 但那也都只是推測 重點是這些推測到底有沒有道理 還有甚至一些推測 認為是普丁總統要負責 包括美國一些政壇的大咖 都直接把矛頭指向普丁 以後會造成什麼樣的情況 盧老師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大家第一個時間感到震驚 第二個時間開始講誰幹的 誰幹的 最重要就是誰做的 沒有錯 事實上有三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俄羅斯的政府 第二個就是烏克蘭的政府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 親俄羅斯的這個反抗軍 那事實上呢 三個都有前科 三個都有前科 對 2001年的時候 當時啊 有一台飛機是俄羅斯的這個 西伯利亞航空 從那個以色列塔拉威夫 要飛到新西伯利亞 結果中間啊 被人家打下來了 哎呦 一個禮拜之後 有一個國家承認了 烏克蘭政府 烏克蘭政府打的 當時有78個人在飛機上 通通罹難了 然後同樣的 大家最有名的就是1983年的時候 有一架韓國的大安航空的飛機啊 這個經過枯葉島上方 然後不小心誤出了這個 這個俄羅斯的領空 就會被打下來了 那是叫蘇聯啊 打下來之後 五天之後 有人承認了 俄羅斯政府 所以蘇聯的政府 都有前例啦 那當然這個俄羅斯的這個 這個親俄羅斯的這個 所謂烏克蘭民兵呢 基本上呢 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斷宣稱啊 他們打下了烏克蘭軍方的運輸機 也就是最近的時間嘛 一直都有傳出來 把烏克蘭的 沒有錯 所以三個都有前科 打下來 對 不過剛才那個瑞德已經提到就是說啊 這個從監聽的這個 這個聲音裡面啊 看得到就是說這個俄羅斯 親俄羅斯的這個反抗軍啊 這個對話 高層的對話 感覺上他們是打下來了 那事實上還有其他證據啊 西方媒體說啊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沒多久啊 在這個俄羅斯版的臉書上面 親俄羅斯的這個叛軍 他領袖領導人 公佈了這個一段話說啊 他們很高興告訴大家 他們擊落了一台烏克蘭的運輸機 自己講了 那就等於招啦 就沒多久之後啊 發現好像不對了 打錯啦 趕快把它撤掉 就趕快拿掉 不過拿掉沒多久啊 事實上媒體已經截了那個圖啊 把他留下證據 那完了那應該就是他了 那更早之前還有一個更重要就是說 這個俄羅斯這個親俄羅斯的反抗軍啊 事實上他們也通過推特啊 發表一個談話 說什麼呢 他們最近啊 剛從烏克蘭 軍方的飛彈部隊啊 得到了一套 這剛才提到了 三毛舉的飛彈 哎呦 然後呢 那同樣的 他發現打錯之後 那個我們又撤掉了 又撤掉完之後呢 同樣也被截圖下來了 所以事實上很多證據好像指向一個地方 那就是基本上 應該是反抗軍所做的一個行動 但是像像美國的這種 甚至能把這個認為是說 如果呢 是普丁總統知情的話 他這種就是戰爭的行為 到底你覺得 有沒有可能 這種俄羅斯的大總統他會知情呢 所以第一時間我們知道 歐馬馬總統跟這個普丁 已經通過電話了 馬上又打電話 通話內容 當然我們不是完全知道 太嚴重了吧 顯然是第一時間 就把矛頭指向俄羅斯 所以一定知情 否則的話呢 我會第一時間打給他 怎麼可能這麼大膽對不對 沒有錯 那要的話就說 你俄羅斯是不是提供了 相關的這飛彈設備 給這個反抗軍啊 要嘛就說 你事前已經知情了啦 不過俄羅斯可能擔心就是說 是不是要把矛頭指向他了 所以他透過媒體放出來說 事實上不是 他差點把我們普丁總統給幹掉 哎呦真的 所以就有這樣子 反過來的一個情況就對了 好 所以這樣看到的是 兩邊呢 有一點在各說各話 互推皮球 那在真相呢 沒有被公開證實 或者是呢 得到大家的認可之外 現在都還在調查中 你不知道 所以只能夠持近代調查 相關的調查處理出來 但是我們剛剛講說 有很多的陰謀論 也不是全部都是呢 好 不利於這個呢 烏克蘭的反抗軍 也就是親俄的民兵這一邊 因為呢 就有這個說法是說 就在這架飛機飛完不久後 哎 普丁總統呢 他的呢 這一個呢 空中的專機 也就飛過同樣一個空域 所以甚至提出了這個陰謀論說 是不是這個 烏克蘭的政府軍 其實目標 是普丁總統 有可能嗎 剛剛羅老師的說法很簡單 誰指控有可能是這個 烏克蘭的反抗軍 或者是俄羅斯打的呢 一定是烏克蘭政府軍嘛 對嘛 那相對的你會講 我也會講 否則你把證據拿出來 黑盒子拿出來 大家判讀在說嘛 否則我也說我的 現在也在等黑盒子 我跟你講 現在問題就出來 俄羅斯的一個 這個媒體 他就報導 他引用一個 匿名的人士的說法 他們質疑這個整個事情 根本就是 烏克蘭的政府軍幹的 就跟剛剛我們前面 大部分今天媒體 都講的是反過來的 是 完完全全反過來 你不要講說他亂講 他有他自己所謂的 他推論的 這個一個結果出來 他的講法是這樣 首先我們看一下 畫面上這兩架飛行 怎麼了 如果你遠遠的看 你說真的 你能夠分辨的出來 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除了一些花紋 甚至花紋的那個連路 都有一點點像 這個機身側的這個 這個繪製的 其實差不多的 而且你說這樣 這個英文字 我們現在這樣看 當然很近 可是你在高空遠距離的時候 你可能有辦法告訴我 所以上面的這個是 俄羅斯總統 就是普丁的總統專機 就好比我們看電影的 空軍一號是 美國總統的專機一樣 是 所以他現在提出來 第一個依據是說 如果我這兩架飛機 遠看的時候 我很難識別清楚 到底是哪一個 你有沒有可能誤打 誤打 對 那大家會想說 奇怪 俄羅斯總統專機 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 第二項論證就出來了 這一架馬航 MH17的這架班機 它是在莫斯科時間 下午的3點44分 被這個擊中 然後試試了對不對 問題是在同一個地點 俄羅斯總統普亭的專機 在隔了37分鐘 也就是下午的4點21分的時候 我也飛過那個位置 真的還是假的 就在37分鐘 40分鐘以內 它的飛機 就跟著飛在那個空域裡面 這裡面又出現了 另外一個問題 馬航MH17這個班機 你記不記得大家在講說 它偏離了它原來的航道 對 有一種說法是 它為了躲避暴風雨 有一種說法說什麼 是它為了省油 所以繞了 就原先它應該往北一點的 結果沒有它往南走 結果才造成這一次的世界 這個論點的說法就在於是 搞不好你烏克蘭的政府軍 就是想打掉我們普亭的專機 只是因為時間太近 你搞錯 因為沒想到這一架會來 會偏離航道 而且你在辨識的過程當中 你看無警方遠遠看 看起來你也搞不清楚 搞不好英文也不好什麼之類的 就把它直接當成 就是俄羅斯普亭的專機 一炮就把它打掉 但是仁英哥有可能嗎 這個俄羅斯總統 現在全世界權力最大的男人 他的飛機有可能這樣飛 就給你打嗎 有沒有可能 反正你可以講我我也可以講你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看到總統專機 只注意到像台 我們就只注意到美國空軍一號對不對 可是總統基本上要出巡 或者說出訪 不會那麼簡單 只有一架飛機 所以以普廷來講 他基本上他的機隊 每一次出去會有五架飛機 這麼多啊 是 那我們先介紹第一架 第一架通常稱之為前導機 或稱為副機 大部分來講 以普廷來說 他的兩架飛機 其實長得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護衛機 基本上他是 一定會比他這個普廷先到目的地 然後上面會帶著他的安全人員 因為為什麼他要去很多的地方 去幫他先佈置什麼 那這是他的第一架前導機 那第二架 當然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專機對不對 接下來後面可能會有一到兩架 所謂的運輸機 這個運輸機他的功用就是在 比如說普廷他可能有些東西 他就會放在那架飛機上面 或者他自己的車輛 會使用的車輛 他也會放在那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第五架 我們講講到所謂的這個通信機 這個通信機 完全就幫他在做空中的交管 然後掌握各種的狀況 那另外除了這些我們看起來 就是你會講說 那這個都是民航機 或者是一般的這種飛機運輸機 你沒有什麼武力對不對 但是對不起 如果他在自己俄羅斯境內 他如果要坐飛機的話 通常他自己會有空軍的戰機 在旁邊伴飛嘛 而且會坐護衛 就是護衛隊 那如果你說 那我出俄羅斯怎麼辦 他一定會先聯絡 因為我的飛機要經過 我一定要提交我的飛行報告 而且我會跟當地 我會經過這個國家聯絡之後 換這些國家 因為你是元首 所以我會禮遇你 換我派我的戰機來 護衛你到旁邊去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說法 理論上來講 他在空中也是很安全的 那有沒有可能就像俄羅斯 他自己的媒體講說 其實你是要幹掉我們總統 就是你烏克蘭政府去搞的鬼 現在反正各說各話 對 各說各話的情況 我但是說真的 如果用常理來推斷 這樣子的陰謀論 真的是太天方夜談了 我們就是說 誰敢打普丁總統的飛機 這是不要命的嗎 是瘋了嗎 誰有這個膽 知不知道 俄羅斯是現在全世界 第二多擁有核子彈頭 超過1000枚核子彈頭的國家 所以羅老師是不是覺得 這樣的陰謀論 真的太超過了一點 這個一波目的確太超過了 如果真的把普丁 就不可能就對了 如果真的是烏克蘭政府軍 把這個普丁的專機打下來的話 那我相信 這個烏克蘭可能要面臨滅國的命運 滅國 一定是滅國的命運 因為俄羅斯 揮軍攻入俄羅斯 揮軍直接攻入機輔 把烏克蘭給打下來 所以這個機會基本上是不大的 不過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整個情勢已經使得 原本就非常複雜的這個烏克蘭局 更加的複雜了 因為我們知道7月17號這一天 是這個飛機被打下來 可以7月16號發生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 美國跟歐盟國家進一步對俄羅斯 對這個烏克蘭的東邊這個反抗軍 發動制裁 發動制裁 而且更進一步的制裁 不論在能源方面 金融方面 乃至於國防武器科費 進一步來對俄羅斯制裁 換句話說 本來美國歐洲國家 就要對俄羅斯施加更多壓力 什麼壓力呢 因為我們知道 反抗軍最後 背後最主要的靠山是誰呢 那當然就是俄羅斯 就是俄羅斯 所以希望釜底抽薪的方式就是 對俄羅斯施壓 使得反抗軍得不到經濟武器的援助 然後最後只好逼得投降了 那當然這個烏克蘭的政府 也提出了一些和平的主張 說什麼呢 那這樣好了 我們畫出一條10公里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緩衝區 就在烏克蘭跟俄羅斯的邊界 畫個10公里緩衝區 大家都撤軍 那更重要的這個反抗軍啊 暫時撤離你們佔領那個 所謂敦斯克那些地方 那當然反抗軍 不會同意吧 不會同意嘛 那俄羅斯也不會同意 他說啊 你如果不跟反抗軍談的話 那這些和談都沒有用 換句話說俄羅斯還是非常堅定的 站在反抗軍的一方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唯一施壓對象 就是要從俄羅斯找手 所以美國政府事實上呢 在這個之前 就算沒有發生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誤擊也好 或是把這個民航機打下的這個事件啊 美國本來就要加強對俄羅斯的施壓動作 可是因為這個事件 會讓這個整個局勢更加的複雜 因為不管是誰發射 那個發展的方向都不一樣 比方說如果是這個反抗軍發射的話 那顯然那個道德的制高點就更高了 俄羅斯要在那邊就很難了 可是如果是烏克蘭政府軍幹的事的話 那這個西方國家 美國就完全沒有藉口要施壓 這個俄羅斯政府了 但如果是俄羅斯政府施壓 那美國就頭大了 因為到底怎麼對付俄國 那因為是他打的 可是明明又是他打的 那這時候如果要施高更大的制裁的話 那難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整個局勢啊 要等下一步調查的真相會怎麼樣 出爐才會有下一步的發展 好 所以說就這樣這個飛機被打下來 包括我們一開始節目也有探討過 就說這個客機真的沒有任何閃避 或者是反制的一個動作嗎 不能夠就學空軍一號 加裝配備嗎 但我們要說其實是 事在人為 真的呢 你在一般的民航機上 要加裝這種反制飛彈啊 炮彈攻擊的配備 其實是可行的 而且呢 就拿一個國家的例子來說 他們的民航機 真的就加裝了這樣子的一個配備 浩瑋哥 對 沒錯 就是以色列啊 在講以色列之前 我想補充一下 前面好幾位觀眾 所講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一倍因素 剛剛像任俊講的三倍因素 很簡單算怎麼算 一倍因素的話就是 大約是 18.5公里的速度 所以你大概把它乘上3 將近是57公里 每分鐘 你在講是一分鐘啊 對 每分鐘 不是你們小時候 每分鐘將近走57公里 你想看它的速度多快 第二個 剛剛有熊瑋有提到說 黑盒子的事情 我跟你講這架飛機 被打掉之後 黑盒子是找不到這些任何資料 為什麼 因為飛盒子是記錄到 飛機本身裡面 它外面任何東西 是不干它的事情 所以黑盒子找到沒有用 我們剛剛講過 他們就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理論上 如果是被這種飛彈打下來 是不知情的情況下 那找到無解 沒有用 因為你黑盒子只是記錄 自己飛機裡面的座艙 的通話 跟我們那些飛行的航高 各方面的資料 所以你黑盒子找到 對這個外面飛彈 它沒辦法記錄到飛彈 所以沒辦法開到 好 我們再回到 剛剛你講的對不對 2002年的時候 以色列它就開始 因為以色列它周遭國家 都是一些對它很敵視的 一些國家 所以它很緊張 它很怕它飛機一起飛 砰 薩姆兔飛彈就把它給幹掉了 所以怎麼辦呢 它就開始發展 跟空軍一號的三門一樣的 到2006年開始成熟 就是所謂的干擾 是跟干擾火焰 撞到三門 但是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它裝的時候費用很高 當然你相信100萬美金左右 如果說你一個 像如果說我們國內有一航空公司 有七八十架飛機 你全部都要裝的話 那費用是太高 你說一架這個安全防衛的系統 是不便宜的就對了 不便宜 將近三千萬到四千萬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說你裝了以後 你要投 你要保養 因為我們知道武器彈藥 它有實現 你的火焰彈不投掉 它時間到了 也會浪費掉就是了 報費 對 報費 所以一般來講 民航機比較不願意裝 但是因為以色列的國家 它因為它處於一個 特殊地形環境 所以它願意裝 而且再加上 如果說你要裝這些東西 還加上它飛機改 飛機費用會很多 因為大家比如說 這個飛機像今天這架777飛機 它要送到波音原廠去 要經過波音原廠同意以後 所謂四航規定 許可之後 然後當地的民航就要許可 所以這個過程來講 一個民航公司如果這樣做 它會導電 真的會導電 因為成本太大就是了 所以不太可能 除了像以色列這種國家 好 所以這邊就幫大家做解釋 不過這樣看到 一般的民航客機被飛彈打下來 大家會覺得是很罕見嗎 是很罕見 但是也不是過去完全沒有例子 就拿過去的一百年來講的話 不是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其實是發生了十幾次 這樣子呢 被飛彈打下來的事情 我們先看新聞 兩軍交戰飛彈起發 路過的民航客機 怎麼會變成攻擊標的 最常發生的原因就是 偏離航道 誤闖他國領域 1973年2月21日 一架阿拉伯航空114號班機 從利比亞飛往埃及開羅的途中 因為天候惡劣 飛入了以色列的領空 被F-4戰機攔截擊落 造成108死無傷的悲劇 1983年大韓航空 再次誤闖初聯領空 一枚導彈奪走269條人命 1988年7月3號 美國海軍文森4號 互相伊朗航空655班機 當作F-44戰鬥機 發射航空飛彈 釀成290人死亡的悲劇 至於烏克蘭除了這一次 零難人數破紀錄的馬航事件 2001年也在軍事演習的時候 拿西伯利亞航空當火把 民航科技毫無防禦能力 面對導彈的攻擊 只能坐以待斃 好 所以這樣含冤莫白 就被打下來的例子 真的還不是一次兩次而已 還蠻多次 所以他們都跟這個馬航的例子是一樣 在完全無辜的情況下被打下來 對 沒有錯 這個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 飛機跟直升機的失事率 已經超過幾百次 但是真正被打下來的 就是故意被人家打下來 擊落的大概有15次 比如說1953年開始的瑞典的克機 被以色列戰機擊落 那有的是誤擊 有的是誤擊就誤以為說他裡面 那有的是因為懷疑他裡面做什麼任務 擁有什麼任務 所以包括香港 以色列 利比亞 那其中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1978年南韓克機 被蘇聯擊落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事實上呢 蘇聯一直誤 因為是南韓的克機 入侵了蘇聯的領土 所以蘇聯一直認為說 這架波音707的這架克機 很可能是美國的間諜機 來收集他的情報的電子間諜機就對了 所以後來就把他發射了兩枚飛彈 但擊落了以後呢 並沒有空中解體 他還迫降 破降在地面以後造成兩個 成個死亡 而更離譜的是 其他人雖然獲救 後來蘇聯竟然向南韓 索取了10萬美元的照顧費用 你把人家飛機打下來 因為我雖然把你發射 飛彈把你打下來對不對 我還跟你收10萬美元的照顧費 理由是你入侵我的領土 還可以這樣子 對 沒有錯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到後來幾個等於說 其實幾乎每年那段時間 都有 都有 但是到了1983年 也是距離剛剛1978年 五年後 同樣是韓航707的班機 也是一樣被蘇聯給擊落 這次269個人 這沒有那麼好運 通通解體都死亡了 那這一次 更離譜的是這一次 同樣南韓的這個 大韓的航空呢 他007班機 是兩次入侵到蘇聯的領空 然後他的機型呢 事實上呢 跟這個所謂的 被懷疑是美國偵察很像 非常像 所以有可能 就像今天的故事一樣 然後因為在此之前呢 類似的那種電監機呢 事實上常常就接近 蘇聯的領空 甚至於入侵 所以蘇聯一直認為說 這一架 就算不是 美國的那一架電監機呢 也一定在那下面 你知道 躲藏在這架飛機的下面 所以後來 不可以放在這架 發射飛彈就跑了 但是就是200多條命 所以那時候 對沒有錯 那時候269個人死亡啊 包括機組員跟乘客 那時候 雷根政府出來 痛罵蘇聯是等於說 殘忍沒有人性的時候呢 蘇聯還反駁說這是間諜啊 這是軍事啊 怎麼樣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後來包括伊朗 還有就1988年這一起也是 為什麼呢 這一次是更離譜 我們剛剛講的是 包括蘇聯啊 包括哪裡 包括這一次可能烏克蘭的反抗軍 對不對 那美國自己呢 1988年的時候 他設備這麼好也會打錯 美國自己也這樣幹啊 為什麼呢 伊朗一個客機呢 飛到波斯灣的上空 這時候神盾艦 神盾艦 美軍的巡洋艦神盾艦 號稱一個雷達 可以追逐幾百個幾十個對象 對不對 然後一次可以發射 七八枚飛彈這樣 去打人家的對不對 竟然把伊朗的客機啊 當作是F-14的戰鬥機 差這麼多啊 就在波斯灣的上空 飛彈飛出去 打中的時候 全體歡呼啊 打中伊朗的戰鬥機 結果發現打錯了 後來掉下來的那一剎那 對不對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竟然是客機 你知道嗎 一次造成290個人死亡 我們今天這個等於說 馬航MH-17的客機 不是有80多個兒童死亡嗎 這一次有60幾個兒童死亡 所以當時也造成全世界誇然 對沒有錯 不過美國說那是因為那個什麼 因為所以所以誤會了 怎麼樣講一大堆的解釋 那後來這些包括阿富汗 阿富汗的這個包括喬治亞 喬治亞是比較特殊的是 三天內三架這個客機 被叛軍給擊落 這就是條綱耶 就沒有錯 因為這個是等於說已經是戰爭的行為 比較特殊的是2001年的時候 當時俄羅斯有一個客機 是被烏克蘭的飛彈打下來 這就真的是 造成78個人死亡 這個真是烏龍中的烏龍 怎麼啦 當時的烏克蘭關係 跟俄羅斯關係還不錯 因為數電解體 對不對 那兩個是鄰居 可是當時是為什麼會擊落呢 烏克蘭在378公里外 進行一個軍事演習 然後它的飛彈射出去了 射出去了是軍事演習的 那個演習的飛彈科目 對 它飛到300多公里外 把俄羅斯的客機就給擊中了 這麼準 這個事件真的是烏龍中的烏龍 它也創下了飛彈有史以來 飛最遠300多公里 竟然可以打到客機的一個紀錄 所以這個就是過去也有一些相似的案例 我們再請大家稍後片刻 廣告回來要告訴大家 如果烏克蘭跟俄羅斯 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紛爭不斷的話 你為什麼飛機還要往這一邊飛 所以在這次事件之後 全世界包括我們台灣在內 所有的班機都要趕快改航道了 待會回來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現在才改了 馬上回來 好 不解釋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地球的天空 全世界這麼多個國家 每天是成千上萬 密密麻麻的班機 在天空中這樣飛過來飛過去 特別是在歐洲這個航線 也是很熱門很重要的一個航線 所以這一次 不只是馬航的飛機 我們看到新聞裡面 包括我們的長榮航空 甚至是新航的航空 就跟這架班機的航道 其實都只差一點點的時間 差一點點就受到了 可能被波及到了一個影響 這邊我們就要請教 專業的這個民航機師 告訴大家來解釋一下 到底這些航道的編排 是怎麼回事 而且先前不改 馬上又出了這個問題 全世界所有的航班 通通都知道要避開這裡 那就代表你之前也可以避啊 為什麼不避呢 因為各個航空公司 都要節省它的燃料成本 因為一般民航公司經營上 它的燃料成本是最高的 我舉個再接種的最簡單的例子 所以一般這個飛行計劃 它會依照風向風速 以及溫度各方面來 所以你看飛機 為什麼我們會得到消息說 長榮也是好像隔了幾個小時 也是同樣航線 同樣航點飛過去 因為假如說那個時候 那個風向風速 那一段航線飛行是最省油的 我再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我們台灣飛美國 洛杉磯 你在冬天的時候 你一定在你的旅遊圖表上 可以看到接近安嘎拉之類的 因為它會往北飛 往北飛嘛 順風 所以每家航空是飛一樣 那如果說回來的時候 原來是頂的逆風 我曾經碰過大概 將近200海底的頂頭風 那真的很難往前飛的意思 很難往前飛 那就一直在燒油 所以它變成地球是圓的 上面弧形會小 會節省距離 但是下面的話 弧度比較大 所以這時候你看冬天 從美國飛回來 一定會看到什麼 看到夏威夷群島 威克艾倫 中途島等等這些島 為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走遠 航空是傻瓜 不是 因為它可能進風 所以它的專門飛的時間 可能多一點 但相對之下走上面 它可能省了將近 可能也是四五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這些飛機的航道 都是航空公司有安排過 有算過 還要看當天的時間 包括這一次 他們這樣飛的航線也是 我們台灣的這些航空公司 也是這樣子飛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是 都是一樣 所以這個馬航 我還真的講 它真的是有一點點 真的是滿背的 怎麼了 所以它如果說 打比說如果說 這個飛彈打晚點 打早一點 可能又打了別的航空公司 對好死不死 剛好是它那個時間 飛過去又那麼巧 因為不是只有它 是所有的航空公司 也是都是為了省油的 這個理由就是了 那這樣子它現在這樣改 到底會差多少錢 我們這些觀眾就會講說 到底是安全重要 還是錢重要 所以對航空公司來說 到底你說像同樣 我們舉例飛到歐洲這樣的航班 要經過烏克蘭這個地方 好了 如果改一改航道 到底一差會差多少 要變得怎麼飛呢 多的話 可能到40分鐘 很簡單 我阿姆斯蘭也飛很多次 這國家我真的蠻喜歡的 一般以前飛的話 我們會往下面走 走去哪邊 走到那個杜拜 或阿布達比 中東國家的 往中東的地方這樣飛 就不是像這樣子 橫橫的飛這樣 但是距離會很遠 甚至你飛不到 要在杜拜落地 然後再加油 再飛回台北 還有一個就是往上面 到曼谷這邊經過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以前去歐洲 或回來歐洲 一定會經過這樣的地方 但是因為現在 達比說烏克蘭 阿富汗 對不對 甚至也 其實都是有危險的地方 對 但是因為它已經開放了 然後之後 你可以從上面飛 我說過地球是圓的 所以上面半徑會小 所以曾經有航空公司 對不對 達比說最早開始 有一定還沒開放 它會從海生威 飛到荷蘭 或是阿姆斯特丹 等等德國的地方去 它的距離會縮短 所以航空公司 一定會為節省成本 所以它飛的來講的話 它會選擇一個 就最省油的航線 然後封各方面因素 對它最有利的情況 因為航空公司經營就是靠錢 所以它會走這個航線 所以每個航空公司走一樣 那剛剛前面報紙上也有說 它可能是因為躲天氣 因為一般來說 改航路情況下 一個就是 我們飛行計畫做出來後 飛行計畫做的話 大概是如果固定航線 可能前一天會報民航局 民航局 就是它有個相關單位 會報各個你要說 經過國家的一些 航管的一些地方 為什麼你會跨越到 所謂別人的防空識別區 我們叫做ADI區 你進到這些ADI區的話 大家比如說 我今天要先進香港 你不跟香港講 香港不太遠進去 它會把你趕回去 一定要照打過招呼 一定要打過招呼 而且還要付錢 這也是要收費了 對對對 因為航權錢 但是飛過去 然後飛過去來講的話 一定是相關的單位 航管他會知道 這是一個 我做一個飛行計畫來講的話 所以需要的 所以他可能是 我剛剛講的 可能是前一天他提出來 這固定航線 還有一個就是 打比說像現在有些 緊急包機航線 可能要提前兩三個小時 所以做出來 但是我說這行業做出來 民航公司一定會按照 當時的風向風速 去選擇一條最好航線 來通過來飛 所以這飛行計畫來講 它是有一定規定的 好啊 那你就簡單 我覺得讓觀眾先明白一下 如果現在的航班 要避開這個地方 就是從台灣這樣飛過去 要繞一下這個航道的話 成本會差多少 會差到多少錢 差的話大概可能20到30分鐘 20到30分鐘 其實這樣很高嗎 很高啊 因為77來講的話 它耗油成本 可能好幾百萬就去了 所以原則上 一差就差到百萬元的成本 因為飛機在空中耗油 是很可怕的 好 所以這邊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飛行的這個航道 其實都是算好的 但是最後我們要來討論的就是 如果現在全世界的媒體 還有相關的證據 到目前為止曝光的 矛頭都指向了就是呢 親俄羅斯的民兵組織的話 當然結果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就現在的證據來推論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承認 他們也擔不起這個責任 那接下來他們該怎麼辦 然後呢 平常又特別挺他們的俄羅斯 又該怎麼辦 羅教授你怎麼看 我們剛才看到 這個不論是俄國軍方啦 或者烏克蘭政府啦 或者反抗軍都說 不是我幹的 都否認啦 趕快推卸責任掉 為什麼這麼做很簡單 因為他絕對有非常高的法律道德 乃至經濟責任的問題 從責任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很清楚這個可能有 國際法制裁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知道 如果現在所有的箭頭 所有的證據都指向這個反抗軍的時候 那當然誰負責 可是我們不知道 反抗軍基本上是有點算是一盤散沙啦 當然有所謂的臨時政府啦 或相關的軍方領袖啦 他們有錢嗎 但其實沒錢吧 買武器都來不及 怎麼還有可能去賠呢 這個還賠 這個賠很大 所以現在問題出現了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就算最後能夠證明 是這個所謂的叛軍幹的事情 那如何來求償的問題 就是說他 我可能想要跟這些叛軍求償 他就是沒錢 他也沒有對方可以求償 但最後就是說我們要把 政治的責任者向誰呢 當然指向這個俄羅斯啦 但因為畢竟他背後最重要 稱高的對象 就是來自俄羅斯 但他可以就是承擔起來嗎 他也不能幹嘛嘛 所以俄羅斯現在最大 他會幫他付嗎 當然不太可能 也不可能 但是間接扛那個責任的嘛 因為他可以講說 就是叛軍幹的 叛軍最後可能做出一個說法就是說 我是募集了 我不是有意的 可是結果 他還是要負擔一定的責任存在 可是重要就是說 就算解決了 所謂的這一次的這個募集事件 最終整個烏克蘭這個事件 要解決還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叛軍不會因為這樣子 因為 就不打了嘛 不打這個飛機就說 那我投降了 我準備歸順 這個烏克蘭政府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就只是說承認募集 然後就不了了之 這樣全世界會怎麼看 全世界很顯然會去施加壓力 但是施加壓力最終我想 要出動軍事力量來解決 這機會還是不大 也是不大 都這麼慘重的事情 因為西方國家怕捲入這樣的衝突 尤其如果說 這個叛軍背後 還是俄羅斯在支持的話 那西方國家要動用武力 來對抗反抗軍 這個難度還是非常高的 但是問題是 羅老師到你這樣子來推算的話 這樣感覺就是 對這些無辜的三百條 將近三百條性命來說 是不了了之的一個情況 也不算不了了之 基本上還是應該會有一些個人 可能必須要接受一些 包括國際刑事法庭等等的追訴 但是能夠達到炒到什麼程度 能不能逮捕到岸 這可能都是打到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問題是你看這一次 包括我們說三月的時候 馬航的370 那一架失蹤以後 馬航已經要賠不完了 那也是兩百多條人命 那個賠都賠到快破產 現在再來一個這個東西 那些人命也是需要去 補償他們的家屬 這個錢到底從哪裡來 這航空公司 會不會就這樣再電 其實現在年度最有名的航空公司 應該就是馬航 因為難得有一家航空公司 竟然短短不到半年時間 發生兩個那麼慘烈的一個悲劇出現 真的是很慘見 就算他賠得起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現在做馬航 心裡都會毛毛的 喔 你就說反而就是想說這段時間 甚至我跟你保證 保險公司會提高 如果你搭乘馬航的話 保險會會增加 到底這樣子的情況 這個保險是有沒有在 但冰險可能又在裡面 但整個因為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可能搭乘馬航的這種失事拘捷 這更嚴重對不對 更嚴重 這對這個品牌形象更傷 沒有錯 所以很多人可能乾脆不搭馬航了 或是有其他飛機 可以搭盡量搭別的飛機 或者呢 保險費要增加 喔 那這樣以後成本 做這家航空公司 你的票錢也會增加 所以馬航這家公司 可能未來會面臨一個很大的 這種財務商的壓力 但更重要的 還是要追到那個真相 黑熱市找到之後 能不能找到真相呢 我們可以進步來看一看 我們就再來看看 謝謝各位 下次再會